把粉丝加进去 粉丝注意不要加太多 因为还要放蒜蓉 下一步把蒜蓉放进去 注意一定要注意风 在烤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 防止烫口 烤的同时你看蒜蓉的汁 顺着粉丝已经进入到蒜蓉上面了 中央切成熟灯 就说的是不够的 就不够的 咱们这个蒜蓉的配置的配方绝对是独家的 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就是了 一定要用这个小夹子去夹 现在温度太高了 像这种形状就不太好 所以说它这尖会从这往下留 尽量选择这种 选择这种的 大家多加练集就行了 一定要注意火候 火候不能太大 有时间长的话 它这个底下会烤糊 所以说这个生蚝会粘在这个壳里 这种地现在就是这个 现在就是快好了 我们现在挤入这个料油 这个料油是什么 我会在给大家的参考资料里写清楚 好 这个生蚝都快好了 我们用这个红辣椒给它点缀一下 你们在买的同时也可以买一些绿色的小辣椒给它切成小段 烤到这个程度 上好就算好了 它这个现在是全面的已经都沸腾了 我们用这个红辣椒给它切成小辣椒 一定要小心烫手 我们用这个红辣椒给它切成小辣椒 下面我们进行三倍的烤制 三倍的烤制方法跟三豪的烤制方法是一样的 这是要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烤制方法 所以是不是要把它切成了 我们用这个烤制方法 再把它切成小辣椒 我们用这个烤制方法 现在我们用这个烤制方法 我们用这个烤制方法 把烤制方法 等火的温度上来以后 烤制的速度会非常快 因为我这是录制的视频 所以说我选择的三倍都是比较好的三倍 大家在选择三倍的时候 没有必要选择这么好的 因为成本嘛 所以说大家尽量选择比这个小一点的 这个你们就自己去看 按照自己成本自己去核算 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这个店铺的名称 我们这是原创的教程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原创教程 我们会陆续的更新 因为教程嘛 那个生蚝的技术 它是随着实验的发展 它是不断的在完善 我们也不能保证 现在就是我们技术是非常 就是多么多么好 但是 现在让大家出摊 这个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支持 我们在我们店买的那个教程 会支持免费更新的 现在我们放入粉丝 我们在这边 再放入蒜蓉 再放入蒜蓉 放入蒜蓉 烤汁的过程会非常快 大概四分钟左右就能烤好 现在我们挤入这个料汁 这个300克生蚝烤的好坏 完全取决于蒜蓉的配方的好坏 所以说我敢保证我们蒜蓉的配方 是保证能让大家在地摊上